哈喽,大家好 这一棵迷你纹新兰早几个月开完花之后呢 就情况不是很理想 看一下这片叶子又发黄了 里面这边的囚径很多都烂了 看一下这边这个囚径也开始要烂的样子 这边这几个囚径都已经烂掉了 检查一下它的水苔 很多水苔都好像流失了 水苔不太够 可能水苔太老化了 想一想是不是应该给它换一下水苔呢 还是行动起来吧 应该要换了 这一棵迷你纹新兰之前呢 我是用线把它绑起来 放在这个盆子里面 当盆景一样种着 就这样子摆着 现在把这些线都剪掉 让我看一下里面的根是怎么样 里面的根好像还可以呢 还不错 长得还是很健康的 慢慢的把这些水苔都拆掉 文新兰她比较喜欢湿润的环境 把这个烂的除掉 这几个也要把它处理了 文新兰她比较喜欢湿润的环境 所以水苔种植是比较适合她的 原来的水苔都发黑了 当水苔发黑了 而且它有一股发霉的味道的时候呢 就应该要换水苔 水苔种植大概是两年左右就应该要换了 现在拆得差不多了 文新兰其实很容易种植 只要保持它的湿润程度 它就长得非常的好 这个有一个小的我也把它种回去就好了 今天准备用一个玻璃瓶给它种起来 我准备用桃栗跟一点点木炭混合水苔 把它种起来 首先把桃栗放在杯子底下面 然后把桃栗跟水苔都混合好了就可以 文新兰对植料的要求不是很高 只要是湿润比较好的植料就比较适合 文新兰大概来说是比较容易种植的兰花 它对阳光的要求也不是很高 明亮的闪光就非常的适合它的生长 文新兰比较喜欢温暖的温度 平常我都是把它放在室外 但是它不能够直接晒太阳 如果晒到太阳的话呢 它的叶子会发黄 然后叶尖也会发黑 它对肥料的要求也不是很高 我一般都是浇水的时候 然后就把酵素水放到里面就这样子浇水 如果要用一般的兰花的肥料的话呢 每隔一次浇水的时间就吃一次肥就很好了 文新兰比较喜欢湿润的环境 但是也不能有太多的水分停留在根部下面 好像我这样子用玻璃瓶下面没有动的玻璃杯来种植的话呢 就更应该要注意这一点 不要让太多的水分留在杯子底下面 我之所以用陶粒在底下面也是这个原因 为了避免它那个水分太多在水苔里面 所以呢我就放了陶粒在下面 把所有的水苔放好之后呢 我还是放了陶粒在上面 放陶粒在上面的目的呢 就是防止水苔的水分挥发的太快 这样子水苔的保湿时间就会久一点 把这个黄叶子剪掉 好了这个迷你文新兰的换水苔就差不多完成了 这个黄掉要不要剪掉呢 还是留一阵子吧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